本是一介书生的原宠幻 凭着一腔热血蒸蒸铁骨 守住了岌岌可危的大明江山 然而最终却蒙受原居 惨遭凌迟而死 敬请关注中国故事爱国片之 原宠幻 原宠幻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 明万历四十七年 三十六岁的原宠幻考中进士 开始步入势图 而那时的大明王朝 皇帝属于正式 燕党兴风作浪 满朝上下屋檐涨气 一片混乱 同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厚精力量 已经开始崛起 八旗竟以数次攻击明朝 成为明王朝在北方边境的心腹大坏 公元1619年 明朝遭遇历史性的萨尔虎大败 后今对抗明朝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 明王清兴已出路端倪 就在这种危局之下 本是一介书生的原宠幻 毛遂自剑 扛起了抗击后今 手边未活的大旗 书写了一段 可歌可泣的英雄血泪史 一位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迷安 让努尔哈赤黄太基父子两代 文风丧胆的爱国名将 为何会被冠以外国贼的称号 惨遭折醒而死 崇祯皇帝为何要枪害功臣 自毁长城呢 百家奖参谈目 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利波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简幕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 原宠幻 敬请关注 明天启六年 也就是公元1626年的 正月22日 辽东前线 孤城荧月 一群同仇敌愿 誓死保家卫国的将士 一个 末世危局中 独称大士的 苏生英雄 这群将士啊 就是后来 颇富盛名的 官宁铁席的前身 而这个苏生英雄 就是被称为 明末长城的 原宠幻 当时 1626年的时候 后金军 努尔哈赤 是建立后军之后 大举入侵 冰封直指辽东 而孤城宁月 就在 努尔哈赤的 进军路线上 这时候 原宠幻有什么呢 只有一座孤城吧 当然手下还有一些 将来 将会名传天下的名将 满贵啊 主大寿啊 但是合成将士 不过万人左右 加上所有的军民 合在一起 也不过两万人 除了这些 就只剩勇气和决心了 当然 还有一件 关键的东西 红仪大炮 原宠幻 用十一门 红仪大炮 红仪大炮 在当时 算是最先进的武器 当时原宠幻 不仅有这个红仪大炮 还有关键的 两个人物 一个叫孙元化 一个叫彭瞻 这两个人都是亲自 像葡萄牙人 学过 红仪大炮 操作技术 相当于是工程师级的人物 原宠幻拥有的就是这些 而挪尔哈赤 而挪尔哈赤拥有什么 挪尔哈赤自1616年 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 建立后金之后 1618年 1618年 以七大恨逝师 攻占 辅顺清河 1619年 萨尔虎之战 大破明军 四十七万 号称四十七万 其实大概十二万左右 辽东经历 扬好惨败 自此以后 明军就无力再攻 只能转成首势 在萨尔虎之战之后 挪尔哈赤 拓开园 站铁岭 献沈阳 去辽阳 一路 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 这个时候的 明军的辽东经略 是燕党的一个分子 叫做高地 高地听说 努尔哈赤 又带大军 东泛 位敌如虎 是一路狂逃 下令三海关外 所有的明军居地 城堡 一律怎么样 放弃 撤 撤 全是回撤 撤回关三海关内 要求当时时任 宁前到的袁从焕 也全军回撤 袁从焕 怎么回复高地呢 他回复高地说 宁前道 当于宁前为存亡 如撤宁前兵 宁前道 避不入 独卧孤城 以当卢 什么意思 我是宁前道 就是负责宁远 前屯的军事指挥 我撤回去之后 我还是什么宁前道 大人你要撤 你撤 我不撤 独卧孤城 我就在宁远 这个地方 以当卢 挡住 努尔哈赤的铁体 所以 袁从焕 1626年 正月22日 教军场逝师 此书记载 袁从焕当时 赐血为疏 既以众议 为之下拜 将士 贤请笑死 众志诚诚 有什么样的将领 就是什么样的 士兵 所以上下一心 誓死守卫宁远 绝不后撤一步 元月23日 努尔哈赤 号称20万大军 杀到宁远丞下 努尔哈赤 一路扫大 毫无阻碍 想不到宁远 居然一个小城 有人敢挡住 他的铁体 所以他一开始 招降 劝降袁从焕 袁从焕 怎么回答 说一当死守 岂有祥礼 乃为来宾二十万 许也 无以致十三万 其其一二为寡乎 袁从焕 说得很有意思 想让我想 没门 我是苏生 最讲忠义 一当死守 不会降的 而且你说 你有二十万大军 其实我已经知道你的虚实 不过十三万而已 虚张声势 看来你自己 也心里没点啊 要不然你有什么必要 虚张声势呢 所以 巨降之后 袁从焕 吉利 自己的家匠 罗利 放大炮 这个罗利 跟孙元化 彭占 学放炮 这时候水平很高 要碎一炮 金如数百 一炮打出去 这个威力惊人 一下子就把这个 后金大营 大队人马里 炸开了花 一下子死伤数百人 所以这个 罗尔哈赤也吓一跳 劝降不成 又当头一棒 只好退 退出这个 红衣大炮的射程之外 二十四日 正式攻城 诺尔哈市 下令全军攻城 一场血战 就此拉开 这个时候 就看出 这个 技术人员的重要 当时 袁从焕 命令彭占谷 罗利 各手两面 彭占谷 主要负责 宁元城的 东面北面 罗利 罗利主要负责 宁元城的 西面南面 然后带领 炮手 以红衣大炮机制 说 每炮所作 泥烂 可达数理 这个红衣大炮 实在是威力太大 所以当时 红衣大炮 就代表了 最先进的军事科技 虽然 后金 骑兵强悍 彪悍甚至 但是大队人马攻击过程中 在这个红衣大炮的射程内 死伤惨重 但是 努尔哈赤下了严令 所以后金的士兵 只好冒着炮火 拼命 攻到城下 攻到城下 面对尖城 怎么办呢 努尔哈赤常用的办法 破尖城 挖城 把城给它挖塌一段 这样的话 就可以溃城而入 就可以夺城了 这个时候 打到城墙根底下 大炮的射程 因为它有仰角 它就够不到 就不好打 这时候怎么办呢 原从换守城的第二大绝招 第一绝招就是红衣大炮 第二绝招叫做万人敌 自己设计了一种 一种火器 简易的 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设计的 就把那个炉花棉被 全里头裹上火药 以火药浇织 你们本身这些东西都是易燃物 再裹上火药 然后燃着之后 以藏锁垂之 你那个铁锁 绑在上面 那个墙角处 那个炮打不到的 就把这些东西就扔到那个墙角 这时候后金兵被烧得滚枯狼嚎 而且这个火还扑灭 越扑烧得越旺 所以后金军惨败 站到最激烈的地方 袁腾汉亲自在城头指挥作战 自己左背受伤 而袁腾汉这个时候支烈战袍 裹作伤处 战役力 将逐愧 力奋争先 相亿力尝 就手下看到袁大人 自己的领导 都这样奋不顾身 被群情激奋 赤死保卫孤城 所以就把这个后金军给打退 努尔哈赤手下死伤惨重 只好后撤 撤回来 第二天修整一下元气 再攻 再攻之后 结果还是一样 努尔哈赤实在后来无可奈何 只得退兵 退兵之后 八个月之后 努尔哈赤 就一病不起 后来就死了 宁远之战中 袁冲焕率领的军队虽然取胜 但由于孤军奋战 元气打伤 为了争取军队的修正时间 也为了试探后金的意图 袁冲焕派出使节 去后金吊丧 并与继承韩卫的黄太极议和 而黄太极为了巩固自己的韩卫 接受和谈 双方假意的和谈 终究没能挡住战争的紧张 公元1627年5月 在宁远之翼 一年零四个月之后 黄太极兵发辽东 一场激战再次展开 天启七年 也就是公元1627年 五月初六 黄太极在大军渡辽河 开始了宁锦大战 第一战攻锦州城 当时袁冲焕已经重修了锦州城 并命名将赵帅教 坚守锦州 赵帅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打仗又厉害 又喜欢动脑子 所以黄太极兵指锦州的时候 赵帅教主动派出人 给黄太极和谈 黄太极也很高兴 如果能够不占屈人之兵 那是多好啊 就劝降 你投降吧 然后赵帅教就说 谈判这点事 哪能这么匆忙就决定了 我们要反复谈一谈 我派代表去 你要派代表来 结果赵帅教派代表去 黄太极谈得很高兴 黄太极派了代表来 到了锦州城 赵帅教不让进 弄了半天 黄太极明白了 糊弄我玩了 这是脱刀机 脱颖之计 但是黄太极又实在想 不占而屈人之兵 所以就和赵帅教来来往往 谈了好几回 这一来 宁谨大战出兵 刚刚出兵的那种锐气 怎么样 就不知不觉的就降低了 上了赵帅教的当 到最后一看 谈判是假 黄太极指的下令攻城 但是赵帅教 已经掌握了袁崇焕的战略精神 平坚城用大炮 以火器抗之 因为这个金军始终攻打不下 后金军打不下这个锦州城 打到后来 黄太极没辙了 攻不下 只好怎么样 唯一点打援 我围住锦州城 你宁愿袁崇焕要来救吧 你救兵来 我一点埋伏好打你的援兵 结果唯一点打援 等了半天 援兵不来 袁崇焕早就识破 不来 黄太极只能干耗的 援兵不来 信使来了 一个送密信的信使 被黄太极抓获 黄太极读到袁崇焕 写给赵帅教的密信 密信里说 以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 将至三海 济州宣府兵 一致前屯 沙河中后索兵 拒至宁远 各处蒙古兵 已至台楼三 我不识进兵 大军即刻增援 黄太极一看援兵这么多 就吓坏了 赶快收拢部队 工程也没法攻 然后收拢 结果又上了袁崇换的当 袁崇换这封信 名义上写给赵帅教 其实就是写给黄太极的 黄太极又耽误了 延误了战时 等到后来以为援兵真的再不会来的时候 突然骑兵杀到 一支骑兵啊 奇特的骑兵啊 满贵 这是袁崇换手下名将 突然 仓途奔袭 一仗 打完之后调身就走 杀的黄太极莫名其妙 所以攻城攻不下 围典打援 援不来 看到密信 又上了当 然后以为彻底不来的时候 援兵突然又来啃他一下 所以把黄太极打得非常恼火 分兵了两处 一部分兵包围井州城 另一份攻打宁远 到宁远城下 黄太极傻眼 怎么傻眼了呢 袁崇换手宁远向来的方略 都是平坚层用大炮 对不对 但这一次袁崇换居然变 袁崇换一方面 坚层大炮 作为后援 另一方面 列阵城外 车营加火器 袁崇换用了气急光的 对蒙古人作战的方略 重设车营 以壕沟车营为仗 再与火器相辅 民军在城外列阵 和城头的尖城大炮 构成立体防御体系 黄太极看傻眼 这怎么打 只得 炸退 又使民军主动出击 这样我才能发挥 骑兵的优势 进行野战 结果民军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黄太极恼羞成怒 你不攻 我来攻你 这时候 其他的贝勒都劝他 不要上这个当 黄太极恼羞成怒 说父亲当年 就战败宁远丞下 我父子两代 不能都 止步于宁远 下令全军进攻 而且主动出击 所以宁远丞下一场厮杀 这场血战 因为原从焕 事先的立体攻防设计 非常完美 一方面 城头大炮支援 另一方面 车营火器 构成立体攻防体系 然后满贵率领自己 训练的精锐铁骑 反复冲杀 和后军军的骑兵 进行交合冲锋 再下一场 混战 打在一起 后军军 本来非常彪悍 但是在原从焕的这种 立体攻防体系下 后来大败二环 现在 黄太极打不下宁远 只好掉头回来 再打锦州 锦州呢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 六月份了 黄太极 集中所有的兵力 攻打锦州南城 结果赵帅教在锦州 还是用老办法 金城 火器 这时候还加上一个条件 盛夏 天气越来越热 这时候再用放火攻 后军军受不了了 就满洲当里说的更明确 此次攻打十兵士 死亡很多 大军遂缓 黄太极指的灰溜溜的 退走了 这就是宁远大劫之后的 著名的宁锦大劫 宁锦大劫之后 袁从冠 袁从冠 这个宁远大劫之后 是从宁前道僧之位 辽东巡抚 对吧 宁锦大劫之后 应该 身关更大了 对不对 但是大家想破头也想不到 宁锦大劫之后 作为战役总指挥 秦敌总指挥 袁从焕 朝廷的赏赐 不过是 加贤一级 赏赢三十两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刚好 焉党乱政 明代历史上 最突出的政治乱象 就是宦官乱政 尤其到了明末的时候 愈演愈泪 大宦官 魏忠贤 号称九千岁 燕党乱政 天启朝 整个朝野搞得是乌烟杖戏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燕党乱政 宁锦大劫之后 燕党所有人都受封了 甚至魏忠贤 三岁的重孙 都封猴封薄 而袁从焕 作为宁锦大劫的总指挥 在这个朝廷的 嘉奖名单里头 只排到第八十五名 只加贤一级 赏赢三十两 但是袁从焕 向来清廉 也不在意财务 他清廉到什么地 父亲去世 回家奔丧的时候 连路费都没有 都是同事凑钱给他 所以他不在意 但是有一件事 使得袁从焕 非常恼火 燕党拉拢 袁从焕 袁从焕不肯 不肯屈负于袁党 结果燕党 这时候弹劾袁从焕 说袁从焕 手宁远 赵帅叫锦州危急 袁从焕居然不敢去救锦州 而袁从焕 已然有默契 我们知道 黄太极就是要围点打员 袁从焕不上他的仗 对不对 在黄太极疲惫的时候 有出骑兵而言之 这是战法战略 焉党拿董 攻击他有默契 袁从焕 愤而辞职 袁从焕一去 辽东威胁 幸好没过多久 天启皇帝死了 崇祯皇帝登基 崇祯年少登基 登基的时候只有17岁 志向很大 是要恢复大明中心 所以上台第一件事 扳倒阉导 扳倒魏中心 大快人心 朝野上下 为之恶首称庆 第二件事 就是重新启用袁从焕 主持辽东事务 在短时间内 升任 袁从焕为 兵部上书 兼又赴都一时 都师 寄疗 登来天津均务 因为我们一般都说 袁从焕 寄疗都师 其实不只是寄疗 包括登州 来州 天津 军务都有 袁从焕总负责 袁从焕 救人寄疗都师之后的 第一件事 就是要 争斥军纪 然而 在争斥军纪的过程中 他发现 皮岛的守将 毛文龙 战山为王 不服从管制和调度 为了严肃军纪 袁从焕未经朝廷批准 斩杀了毛文龙 散杀大将 后来成为朝廷 诟病袁从焕的一大罪状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事 崇祯二年 即公元1629年 王太极率领大军 躲开原重换铁桶一般的 官邻锦房区 从龙警官大安口一带 攻破长城守卫 进犯北京城 崇祯二年 也就是1629年 十月初二 王太极以蒙古科拉庆部 台籍布尔科都为相导 绕道蒙古 破龙警官 破大安口 破西风口一线 破城入塞 从长城一线入塞 冰封直指尊化 后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所以大明王朝 有两朝北京保卫战 刚好又都是几四之年 一场是1449年的 几四年 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 一场就是1629年 几四之变 袁从焕 领导的北京保卫战 而这两位爱国英雄的命运 和其相似 当时 袁从焕的反应 听说战报之后 很多人都说 袁从焕的第一选择 应该是什么 最好的战法 是唯尾就造 你来打北京 那我去打沈阳 操了你的老卧 那么这样的话 黄太吉就要回兵 回兵的话 半路在围点打圆 这幅 这是最好的战法 很多人认为 袁从焕没有选择这个战法 使他战术不够高明 其实那是我们现代人 站立在现代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在袁从焕的立场上 第一选择是什么 是忠义 君父威义 这时候要怎么样 秦王是第一的 唯尾就造 那是战法上的高招 但是 在原则上 在立场上 在价值观上 袁从焕作为一个忠臣 没有办法 第一选择 赶快率 关宁警防线的 关宁铁系 回援北京 袁从焕设计了 三道拦截 第一道 让当时 所谓三海关的总兵 赵帅教 集赴尊化 持援尊化 希望能把后金 拦在尊化 而赵帅教 赶到尊化的时候 被后金军埋伏 赵帅教 在所部 只有四千人 紧急持援尊化 但中了埋伏 全军静默 赵帅教 英勇战士杀场 尊化被迫 然后袁从焕设计 在 朱大寿 朱大寿当时 驻守 锦州 袁从焕 亲自驻守宁远 在九千关宁铁骑 紧急回援 持援 激阵 想把黄太极 拦截在 激阵一线 结果黄太极 在宁远城下 父子两代都吃过 袁从焕 平坚层用大炮的亏 被绕到激阵 悄声息的 就绕到了激阵背后 从顺义方向 关于这一点 后来正义也很大 因为激阵 是 自徐达开始 到后来 气急光 防备的语言 就是重点 修筑的战略要地 方太极 居然能够绕过激阵 袁从焕 没有察觉 这就是 后人说袁从焕 通敌纳款的 一大罪状 是说袁从焕 故意放 黄太极过去的 这种说法不足性 但是袁从焕 确实大意了 也同时说明 黄太极是非常狡猾的 直到硬拼 他和袁从焕 对敌已经有心理阴影 所以你看 不和袁从焕正面作战 绕过去 这时候袁从焕又紧急赶到通舟 拦截黄太极 结果又被黄太极绕过去 黄太极不和袁从焕正面交分 直接绕路攻打北京城 所以你看袁从焕设置三道拦截 尊化寄阵 然后通舟都没有拦截成功 所以就造成一种现象 袁从焕被崇祯 任命为前敌总指挥 秦王总指挥 却跟在黄太极的屁股后走断 拦不住黄太极 所以当时金城盛川 袁从焕通敌卖国 故意放黄太极大军兵临城下 袁从焕被黄太极屡屡绕过 这也说明 袁从焕擅长打攻防战 平坚层用大炮 在运动战 这个过程中 他并不是非常擅长 但是袁从焕救主心切 早黄太极一日赶到北京城下 要求进城休息 但是崇祯皇帝这时候坚决不许 为什么呢 怀疑了北京城都盛传了 袁从焕和黄太极 前脚后脚一起就到了 两军一直没交战 那么前脚后脚就来到北京城下 然后不许进城 不许进城 袁从焕平坚层用大炮的战略 就无法实施了 袁从焕只得驻军广区门外 黄太极到兵到北京城下 一场仗得胜门外大战 和满贵 满贵这时候已经调任大同总兵 虽然袁从焕想和满贵处理好关系 但是满贵不服袁从焕 一直心有戒地 所以这时候满贵调任大同总兵 第一战反倒是后京军先和满贵 在德胜门外大战 满贵虽然浴血奋战 但被后京杀得大败 然后后京军主力和袁从焕所带的九亲 官宁铁骑在广区门外展开决战 袁从焕排兵部阵 分为三军 袁从焕居中 当时祖大寿 居左 王承印 居右 而清军分为六队 先攻祖大寿 攻不下 再攻王承印 攻不下 再攻袁从焕 攻不下 等九攻不下的时候 突然这个援军的品质型战阵 一起发力回攻 所以两项四杀 战况极其激烈 最险的时候 一个后京骑兵 越马冲过来 一刀 砍在袁从焕的头上 因为这是骑兵啊 借着马士一刀砍下来 是非常危险 这个时候 千军一发之际 姓有 袁从焕的 那个嘉宾 叫袁生高 举刀隔织 袁从焕才避免一死 结果十个小时的激战下来 到最后 狭路相逢勇者胜 谁撑住最后一口气 谁就拿到根本的胜利 最后袁从焕的官宁铁锡 终于撑到了最后 后京军大败 溃败三十余里 黄太极自己探约 十五年来 未尝尤其尽一夜 这不是攻城之战 这不是平尖城用大炮 这是平原野战 居然被袁从焕杀的溃败三十余里 所以黄太极无计可施的时候 据说就用了一招反奸计 他俘获的一个羊马的太监 叫阳春 有些史料说是一个阳性的太监 然后派人在旁边 他睡觉的这个大帐的旁边 而语 说皇上派人已经和袁从焕 秘密议和 然后第二天故意把这个阳春放回去 阳春就跑回去 给崇祯一说 崇祯就对袁从焕动了杀心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事不靠谱 因为这是名人所记载的史料里头 都不见记载 秦人 这个从秦太宗十路 包括秦始稿 才这样记载 所以不足信 所以有没有这个反奸计 争议很大 不论有没有这个反奸计 崇祯对袁从焕的猜忌 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所以到最后 袁从焕经过广区门 左安门两场大战 杀退了后军军之后 崇祯派人让袁从焕进城 然后一想 就考虑给军队发军想 袁从焕很高兴啊 军想很重要啊 然后醉城而入 还不给开城门进来 用个框放在底下 然后拉上来 寄疗都师啊 每次进北京城都靠这样 进出 袁从焕经过广区门 左安门两场大战 杀退了后军军之后 崇祯皇帝传旨 召见袁从焕进城商议军饷 于是 袁从焕独自进城 没成下 崇祯帝却已 斩杀毛文龙 通敌 欺军等对装 将袁从焕压 压入大脑 崇祯三年 即公元1630年8月 袁从焕在市中心被施以折刑 凌迟处死 在国家危难之时 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的爱国名将 为何会蒙受叛国的远去 袁从焕被杀的关键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袁从焕之所以被杀 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皇权专制 他本性的特点 就是对士大夫阶层的 根本上的难以信任 明代为什么宦官乱政呢 因为专制的皇权 最信任的就是宦官 就是太监 对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 和士大夫阶层的斗争 就成了贯穿中国封建历史的 一条主线 而宦官集团背后的支持 就是专制的皇权 本质上皇权是难以相信 士大夫集团的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崇祯就抛弃了袁从焕 所以袁从焕后来受的是 责刑啊 凌迟处死 《明记北略》里头记载 袁从焕受刑之事 叫皮骨已尽 心肺之间叫声不绝 半日而止 极其凄惨 其惨状难以想象 而百姓呢 不明真相 为百姓怨恨 争担其肉 民众是最容易情绪化 所以这种情绪化 不仅是当时 我觉得延续到当今 很多人对袁从焕的认识 还难免有一种情绪化的情况 甚至还有人认为 袁从焕是汉奸 其实从大处着眼 更能看清问题 中国文化是已经源流 讲究两个字 局与事 袁从焕作为一介书生 在那个末世危局里头 能独称大事 怎么可能是汉奸 一片孤心 英雄血泪 所以袁从焕 心肺之间叫声不绝 如果听得清楚 他应该在叫什么 我想一首诗最能表现 袁从焕临行前的心情 他的绝命诗 又叫临行口战诗 一张事业总成功 半世功名在梦里 死后不愁 吴永将 终魂依旧受了动 这首诗让我想起 北京龙潭湖公园 至今上有 康有为 提出的元都师庙 点额和银脸 听一下银脸 上年说 其身世系忠下存亡 千秋享妙 此重泰山 当时乃云大难 夏连说 闻皮股是东辽将帅 一副当官 隐若敌国 何处更得先策 这让我想起杭州西湖边 于谦池上 林哲徐提的一副演员 公论久而后定 何处更得此人 两句 一个是何处更得先生 一处是何处更得此人 英雄的命运都何其相似 都是悲剧的结局 但都有一股震撼 人心的力量 在历史的文明长河中 经就不息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